哈喽大家好我是劉派大师 欢迎收看本期大师观众 来观众把兔子的速伞之魂 机球手 机球手打速伞嘛 能打 而且有的打 但是呢速伞如果伞丢的好 其实机球手 也不一定发挥的出来 这个得看 因为速伞的话它跟聂西不一样 聂西跳的时候 其实你是知道它要跳你的 但是呢速伞有的时候投伞 你是不知道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好 打棒子的准备 这套阵容 等于说就是应该是 搬了一个佣兵 然后这边机球手 当一个二号救人位了 但整套阵容的话 相对来说就是能打架 但强度偏弱 就是扎实程度偏薄一点 不够扎实 上来两个修就被抓到的话 这个局其实是可以下判断 就已经输掉了这个局 球人者几乎没有可能能赢 平的话可能性也不高 摇个0 好这边鸟可得要给 这刀没给到 就这套阵容本身 它修的速度是还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 由于上来两个修机位 全部被这个速伞 在一个人在追赶 那么等于说前期第一波的一个 修机进度是非常非常慢的 这样的话呢 这套阵容其实它的一个 可虚性不强 它不像是比如祭司 勘探野人这种阵容 打到后面还能打的 这套阵容的话 相对来说打到后面是 不太好打的 道具玩以后都是白板的 那么 这里速伞本身前期占优 要么一波推死你 要么慢慢就消耗 消耗到后面 来来来一手 这边还想打个落地的 好 追上去的话 这边有闪 摇铃 摇铃好的 这边 鸟给上 那也行吗 这边鸟给上 前锋一波回旋撞 但是没撞晕 打了一个双倒 结束了 这波的话 兔子防得很好 先是通过一个高空视野 看清楚来救人的一个位置 不被你撞晕就行 这里要留一手电 摇个铃 好 绕过来 你没办法进行交互 一刀没打中 但是没关系 这个地方有闪现的 实在不已经交闪现就行了 现在要就 要做的就是快速的击倒 闪现 但不会又把这闪现留着了吧 这很难打 很难打 击球手这边的话 如果能把前锋摸起来 可能还有一线升级吧 但是机会不大 前锋 好像想打一波配合吗 没有没有没有 前锋这边休机 打一刀 逼你救 救完以后有摇铃 没有搏面 那先打这个 击球 然后丢伞 前锋这边得保了 前锋这边得硬保 一定要保 而且要保得很好 才有可能盘平 赢是根本不用想的 有闪 有闪 闪过来 好 太前锋 但是速闪这边的话 有丢伞 有摇铃 前锋拉球走 那这边挂钩 回身过去挂击球手就可以了 开局 节奏好 然后呢 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给到球准一丝机会 也是奠定了这把的一个多抓局了 开西魂追前锋 这肯定要追的 你不追前锋前锋还来搞你的 蓄力刀 一刀漂亮 这种老树伞打的是真的好 完全就是不留一丝余地的 先知 也过来救一波吧 没办法了 开西魂 打一刀 还有一个丢伞 这边还有一个丢伞 封住就可以了 过去刚好挣一手 他解那个 解那个的时候刚好 这边就是丢伞好过来 完成一把几乎无血练 四分钟就打完一次 就是上来的节奏太好了 前锋这边拉球 浑身撞漂亮 还能下块板 能救个人 但是这边摇铃 有摇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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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应该是不好救 这没办法 感觉到这个 打的确实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